Honda CR-V 这款车呢 自从发布以来 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是非常畅销的车款 而在最近它刚刚在美国推出了这个大改款的车型 而且预计在 2023 年就会引进马来西亚市场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率先看一下这个全球都很畅销的 C-Segment SUV 改了什么东西 哎呦 没有油 要打油了 有什么一站推荐 哎呀 去 BH Petrol 啦 BH Petrol 的 Infiniti RON95 跟 RON97 可以有效的保护和清洁油嘴 降低油耗跟排放 提升动力 减少对人体还有环境的危害 BH Petrol The Right Choice 首先呢 我们先来讲讲这个 CR-V 的特点 每一代的 CR-V 基本上都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卖点 就是大空间 它完整地继承了 Honda 的空间最大化设计理念 因此呢 如果大家买 SUV 想到空间都会先想到它 新一代的这个 CR-V 呢 它们在平台上面做出了非常大的改进 目前在马来西亚泛舟的 CR-V 呢 它的轴距是 2660mm 而在新一代的车型呢 直接提升到了 2700mm 多 所以直接带来的效果就是车内的空间非常非常的巨大 目前呢 一些美国媒体已经试驾了这款车 它们 清一色 COMMAND 都是空间非常大 尤其是它的第二排跟这个尾部 而因为这一代的轴距加大的关系呢 原厂也提供了这个 5 加 2 的座椅设定 OK 啦 实际上其实在上一代车型就有这个 5 加 2 座椅的设定 只是没有引进马来西亚市场 不过在新一代的车型呢 我们相信非常高的距离 这个新一代的 5 加 2 版本会引进马来西亚市场 因为马来西亚对于这个 7 人座的车款呢 需求是越来越高了 在外观设计的部分 新一代的 CR-V 也有着非常大的不一样 首先你看这个车头 你会想到什么车 你是不是会想到新一代的 Civic FE 其实呢 它们采用了同样的家族化设计 只是呢 这个 CR-V 变得更高 而且讲真的 这样的外观设计我觉得是非常的成熟稳重 至于在车尾呢 它的设计风格就采用了这个 余龄式的这个 3D LED 光调 让它在夜晚的识别度非常高 当然啦 我相信有一些网友可能会讲它很像某些车款 但是这个像不像真的是看个人啦 不过 必须承认的是 这一次新的 CR-V 这个设计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内装的设计 这个内装设计我个人非常的喜欢 而且跟这个 Civic FE 的相似度非常高 就像我在之前的一些影片讲的 新一代的 Honda 不再是以这种配备啊 设计来吸引你 它是以更好的质感来吸引你的目光 你们看这些官图的话你会发现 其实它的那个内装质感真的对比上一代进步非常的多 上一代的车款就是不能说它的设计不好看 但是就是 Blastic Feel 的一点 但是这一次呢 你可以真的查觉到 它的这个质感真的有着很大很大的进步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它的这个置物空间呢 同样的也是非常的灵活 目前在售的 CR-V 呢 它最出色的地方就是在它的这个中央扶手 这个中央扶手的灵活性非常的大 而且空间大到你可以把电脑塞进去 而在这一代的车型上面也延续了这个重点 不管是在车的排档杆前面 排档杆后面 这个车的门板 甚至是中央扶手 你都可以找到大量的置物空间 这个你真的不得不佩服 CR-V 真的很强 至于的第二排的空间表现 大家从这一个影片或者是照片都可以看到 我不用再讲了 真的是大到很离谱 而且呢 该有的都有 例如说这个冷气出风的话 等等等等 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很注重空间的消费者 那么这款车真的会很非常适合你 而且第二排的作为倒屏之后 你搬家它真的可以派上用场 可以载很多的东西 这个真的一直以来都是 CR-V 的卖点 讲空间呢 它讲第二 应该没有几款车感讲第一啦 安全配备部分 我觉得不用讲太多 因为目前的车款安全配备都非常的多了 新一代的 自然是不能免除 像是这个 Stop & Go 的主动式定速巡航 车道维持系统 远近光灯自动调节 前方撞击意境 等等 你应该都会在这款车上面看到 所以安全性不需要担心 引擎配置的部分 这一次 Honda 是专注在这个混合动力版本上面 因为目前官方公布的讯息呢 这款车已经在加拿大市场开始生产 而且一半的车型都是生产混合动力的版本 所以它们在这个涡轮增加版本上面 没有什么太大的升级 它还是依旧搭载的这个 1.5 公升的 VTEC Turbo 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是 193 PS 峰值扭力表现 243 Nm 跟现在的车款是一样的 同样匹配 CVT 变速箱 不过虽然讲它跟现在的车款一样 但是它的加速表现跟油耗表现都还是很好的 因为我本身有试驾过这款车 在这个一般的驾驶左右呢 我可以拿到 13 公里 1 公升的油耗 这个在 SUV 中已经是非常难得了 而且它的加速表现也确实不错 所以我觉得沿用这个引擎配置 消费者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投诉 至于这个混合动力版本呢 采用的则是 2.0 公升的自然进行引擎 配备双电动机 所以大马力表现是 207 PS 峰值扭力表现 325 Nm 可以看出这个峰值扭力的表现 已经非常的接近这一个 2.0 的涡轮增加引擎 除此之外呢 因为它是这个 R1EV 的概念 汽油引擎只是为了电动机充电 所以它实际的开车开起来的感受 是非常接近电动车的 我个人也很期待这个混合动力的车款 希望未来 Honda 们也会引进啦 Bro 你的车我帮你拍完咯 不过你的车要没有油了啦 我油不懂你平常搭什么油 所以就没有帮你打到 哎呀 我打油当然是打 DH Petrol 啦 它的 Infiniti RON95 跟 RON97 呢 达到了 EUROPE 4M 的标准 而且它的汽油还蕴含三大元素 第一个 改良的摩擦改进剂 第二 增强行俯视抑制剂 第三 优秀的累积物清洁剂 可以降低摩擦 停止公油系统生锈和保持性戒 给你更好的引擎动力输出 而且它的添加剂比标准更高一倍的 800 ppm 可以给引擎提供绝佳的保护 哦 怪不得你只打 BH Petrol 啦 原来有那么多好处的 那我也快点去打啦 当然 因为 BH Petrol The Right Choice 嘛 不过呢 它有一个不是算太好的消息 要告诉各位 就是其实在北美市场呢 HONTA 已经把这个 CR-V 的定位提高 因为它在下面有一个空间表现 也是非常大的 HR-V 所以呢 我们相信未来这个新一代的 CR-V 来到马来西亚市场呢 价格应该会有上涨 但是上涨的幅度极多 我们不知道 不过呢 以它的空间表现 以它的动力表现 以它的配备来讲的话 我觉得如果价格上涨一些消费者 还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目前 如果讲到空间 讲到或者讲到品牌的影响力的话 CR-V 还是那个第一名 不过目前 Honda Malaysia 并没有公布 这款车的详细情况 所以我们相信这款车 来到马来西亚市场的事件 应该是明年的 因为前几日呢 刚刚有泰国的媒体 目击到 CR-V 正在泰国进行测试 通常泰国发布之后才会轮到马来西亚市场 所以我们就等待这款车 在马来西亚市场发布的时候 会有怎样的惊喜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些影片的内容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要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下次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